小朋友恢復的很好 那我也要謝謝各位大眾的關心 他恢復的狀況非常好 再次謝謝各位大眾對他的關心 這一次也是我們對外最後一次的 發表說讓他平靜下來 這件事情讓他淡淡的平靜下來 這幾天小朋友他的吃東西的狀況 或是睡覺休息的狀況還OK嗎 生活做起都還蠻正常的 然後也可以走動了 那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去發展 謝謝各位 那對這個經理層面的部分 就是有沒有國家注意 或是他有特別害怕的情況 我有跟他開玩笑說 你還敢做決運嗎 你現在有那種終身免費 他說他敢做 他對決運還是有信心的 那會不會就是說好像有一點 還是有點心靈靈靈 因為當時的一個自發狀況 他還想像個亂靈靈吧 我想應該是會有 一定這個年紀應該是會有 但看他還蠻堅強的 他這幾天對於這個嫌犯 應該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資訊 他自己對這樣的嫌犯的看法 他自己有沒有透露一點 其實我們都沒有在怪對方的父母 那嫌犯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也都原諒他了啦 其實這個部分造成社會的困擾 的這種嚴重的事情 那我們覺得還是放下心 那以正面的方式 來面對這件事情 也不希望有 對他們有任何責怪 畢竟這個是一個 這個我也不太會 不太會表達 那我覺得 用比較正能量的方式 來把這件事情 要說就到這邊一個結束這樣子 爸爸先生 他這個年紀的小男生 他應該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那有沒有因為他的傷勢 他有些事情暫時沒有辦法做呢 他喜歡打球啦 他喜歡打籃球 那可能醫生告訴他 可能是三個月至半年都不能打籃球 那這是 這是 可能運動上 可能就有一些限制 對 他是主要是背部有一個刀傷 蠻嚴重的 他現在是不是都要整個趴著這樣 比較不方便 呃是 是可以躺著 因為背部那一刀是 骨頭都切斷了 都砍斷了 那 其實 我今天想表達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說 捷運的安全這個部分 那我們希望說 呃 我看到很多人拿雨傘這件事情 那我們希望 呃 其實 其實 那個嫌犯 他身材比我壯碩 他又20歲 那我看 呃 以他的 以他的 這種 這麼壯 可能 可能會比台北那一次更嚴重 那因為是大家這麼勇敢 站出來 甚至用徒手去 去 去 跟他對峙齁 齁 那我們 我有一個 一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 這把刀 砍在每個父親的身上齁 齁 我想 我覺得這種痛齁 真的很痛 那把刀 砍到每個父親的身上 我想應該是很痛的 那我希望這種痛 到我這邊就截止 了 不要有 再有 這樣的情形齁 那希望 我希望說 我來想辦法齁 來籌備一些款項齁 是否決運局這邊也可以願意讓我們來放一些 我有設計一個盾牌 還是一些安全棍 至少可以一個車廂 一個盾牌 然後三支安全棍 如果類似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像遊覽車的急迫器一樣 可以發揮作用 讓嫌犯沒有那麼容易 再次砍傷別人 所以我有問過決運局 他們說有34個車廂 那我希望我來想辦法來籌備這些錢 那34個 我們來捐34個車廂的那個盾牌 跟一個車廂有三支的安全棒 安全棍 那這個地方我們希望來努力 不要有下一個父母跟我一樣 到我為止 不要 因為這種痛真的是 看到比我壯碩的人拿了菜刀砍向我兒子 那個畫面永遠在我的心中 我希望說永遠不要再看到 不要讓台灣的爸媽看到這件事情 都不要再發生了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今天想表達的 那也謝謝社會大眾的關心 那你是希望是民眾來使用 還是說警方也會用呢 我是放在決運車上 不管是警方民眾都可以 主要是警方還沒到之前 民眾有一個工具可以自保 例如盾牌可以去擋刀啦 那我們當過兵的 我們當過爸爸的 我們都要站出來 我拿棍子去嚇阻他 是不是會忍到警察來 還是把他 例如把他固定在車窗 還是地板上 那讓警察來的時候 讓這個時間不會造成更多的傷亡 這是我們的出發點 那想說透過這一次的事情 我們來為社會做一點事 希望是給社會一個正能量 我們不希望是仇恨 希望想解決事情 然後透過我們一點小小的力量 來回饋社會對我們的關心 謝謝 中姐這邊初步是有同意說 要有這樣子的設計 我們有畫圖給他參考 是不是這樣子是他們需要的 那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是不是有社會大眾 有更好的想法 還是願意來幫忙的話 我們都很樂意 所以您是覺得說 當下的時候民眾根本手無寸鐵 對 我覺得有拿魚閃的 甚至我要看用手去敲的 我覺得他們好勇敢 所以我是希望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防身的器具 是不是可以擋刀的 擋槍我不敢講 那可以擋刀 那有一個可以嚇阻的工具 是不是這件事情 以後就如果這種事情的話 就不會這麼嚴重啦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因為當時以你的小朋友來講的話 他當時身上就是只有背包 粗暴而已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他有沒有提到說 爸爸其實如果當下有一個什麼東西 他可以拿來防身或是怎麼會更好 因為他砍了第三刀之後 其實他好險他會快點跑開 不然我看這一次可能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這位嫌犯他的身材比我壯碩 其實他真的是沒有這些勇敢的人站出來 其實可能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這是我的想法 那 因為你自己也算過 就是如果要設計這些盾牌 然後在這個車廂每個都必須都要配備的話 大概需要多少的經費 應該應該 我是沒做過盾牌 那我大概想大概200萬內看可不可以完成它 那這個部分我來想辦法來請同業先進來幫忙 或善行人士如果願意來幫忙的話 我們一起來努力為台中的捷運 讓我們的小孩不管是國小國中高中 做捷運以後不用擔心 那有這些器具的話 是否跟車廂擊過去的時候 你不使用它是放在那邊 那如果真的是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幫助更多人 因為這是我的初步的想法 就是有一間營造業願意來除20萬 那我這邊我陸續我會 如果不夠的部分我全部會補上這樣子 那法官 因為針對做盾牌 還有做這個安全部的部分 它其實是緩不計時 因為它還是需要時間 那目前針對現有的這個終結的部分 您就有哪些可以需要加強或去改善的部分嗎 我看電視在報導 但是每天都有警察在車廂巡邏 那這到底是長久之際我也不太曉得 那如果可以派上用場是最好 那最好是不要用到 那我是覺得這個盾牌 就是像車廂擊破器一樣不一定要用到 至少我們有一個工具可以使用 對 那您對於中傑的警察 他們當天是還需要叫計程車到現場這件事情 你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這也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或許是我們可以捐一些摩托車 還是社會社會各界 那我們就不要去責怪警察他們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是想辦法 以正能量的方式 警察是需要摩托車嗎 還是需要車輛 是因為沒有這些工具嗎 那社會是不是可以 社會大眾是不是可以來幫助他們 不是去責怪他們坐計程車這個部分 目前那個弟弟他有什麼話想要對大家說嗎 呃其實他不希望再各位打擾 所以非常抱歉 因為這次我們就不會再出來解釋所有的狀況 因為他現在揮露得非常好 那也再次真的是謝謝各位媒體記者 以及各位社會大眾對他的關心 那我想我想就是這一道是勇於刻在我心上 那我許一個願希望可以來幫助 可以來捲這些器具擋住更多人 謝謝 謝謝 市長想請這樣的話 應該現在他有過去有需要做一些方向的部分嗎 應該是要啦 因為他那個鏡都砍斷了 這個部分可能也有善心人士要幫他美容 這真的是社會真的是充滿的愛心 有兩位善心人士要幫他這些傷口要幫他美容 那也有做傳電的 有一個抗菌傳電送到我們公司去 就直接送到我們公司去 我也很感謝他們 其實社會上是很多善心人士 那我其實希望盡我小小的力量 如果可以做讓這個社會更好的話 我們希望以正能量的方式來回饋社會 謝謝 爸爸其實住在同一間的醫院 還有另外一位商者嗎 那就是家屬應該就是有聯繫到這樣子 我們有在互動 我們就是他有什麼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有什麼訂給牙缸 那種比較消炎的東西 我們就分享給他 就是說我們就隔壁床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有一些資訊的 我們都會互相幫忙這樣子 對 他是救我兒子的一個很偉大的 如果沒有他去擋的話 我想他一直追過去的話 我兒子是受傷的 我想這個部分我很感謝他 對 所以我們對他也都蠻尊重的 蠻尊敬的 你有跟這個哥哥聊聊天嗎 有 他會過去看他 他可以走動 他會過去跟他聊天講話 謝謝 你們兩個有三戶打氣這樣子 有 有 他們兩個 我看 雖然年紀差沒有 差在十歲 那我覺得他應該會是一個好朋友 以後應該會常聯絡 這個是眾生難忘的事情 有沒有講到說 以後可能會考慮再一起去健身 這個應該有機會啦 因為這種事情真的是 應該是有可能 謝謝 阿姨先生有說預計 是不是有說預計出院或是嗎 嗯 我們是希望可以早點出院啦 如果 那醫生是說因為傷口比較深 是希望再多住幾天啦 那因為我住在這邊就是 可能是會怕被各位前輩打擾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希望說可以出院 但是醫生是說他的傷口太深了 可能需要再多住幾天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感恩 謝謝 謝謝